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可以为各位按赞 因为讲的话都是公平的话 都是政治的话 但是法案已经送来了立法院 但是我们国民两党距立法院90%以上的大党 却可以被三席的一个台联党 就让整个法案今天不能够复委 我觉得今天看到我们大党边科总招 待会你要发言 主帅已经出场了 表示封将的战争也要结束了 你们应该让尘埃落定了 回去让台联也让这个法案复委 公平审查 也许刚刚林思佳讲的话 我也可以认同 不管行政院的版本是多么的空泛 行政院的版本在其成上面是多么的模糊 但毕竟它代表了一个行政院的态度 所以让行政院的版本也能够复委 然后透过双方的协商 让这个法案能够得到一个具体的结果 我认为这个法案现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到底要先快后慢 还是先慢后快 大家要审慎来想 如果今天要急于 马上把这个法案 让明天的版本就能够来进入讨论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先快后慢 因为未来会从法案的名称 每一个条文 大家就逐一像今天一样 每天大家耗在这里 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这样浪费时间 但我们可以先慢后快 先让行政院版本也共同复委以后 一起来审查 后面的速度 我相信大家看到国民党 对于整个非俄家人的态度 也在改变当中 应该可以在很快的速度当中 凝聚了共识 那我想这一点是我给主席 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最后我也是 代表这个国民党的成员 跟陈欧博委员表示抱歉 也许是对宜兰特别厚爱 所以应该是会对宜兰 特别再去特别的沟通 那我觉得包括这个 我们的前秘书长 陈士奎也是宜兰人 所以我们会拜托我们的执行长 跟我们的院长讲 马上跟宜兰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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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